我的头发真的好怪啊今天 哇这个光打得我的脸好白呀 其实都是错觉啊 我没有怎么白 哈喽大家好 今天这期视频呢 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今年购入的一些小家电 趁着双十一之前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使用感 说不定里面有一些东西呢 是你们这个双十一想买的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这些东西值不值得购入 给大家提供一点参考意见 这个视频呢我去年也有拍过 会把去年的这支视频的 AV号写在评论下方 如果你们想看的话 可以去翻一下 那今年呢一共是入围了 六样产品 先从最贵的说起 Tripolar的这个StopV 在我今年的一期二用品里面 有跟大家分享过 它的使用方法 以及我的使用感 这个呢是我在今年38的时候 然后买的一个套装 里面是有两盒 它这个凝胶第二盒 已经用了这么多了 我是真的有坚持在持续使用 那用下来呢 我是真的觉得有效果 首先我当时买它 其实是因为它的那个提拉的功能 吓死我了 它可以这样子帮你紧致下颌线 它这个瘦脸的效果很神奇 就是它是即时的 立刻当下就能看出效果 持续使用呢 就会发现你这一块 其实真的有瘦 我觉得我现在的下巴 就是有变明显 真的是有变瘦 我自己感觉啊 其实我的脸型呢 就是 这盖子我盖不上 其实我的脸型呢 是遗传我爸 然后我这两边是骨头来的 就是不是肉 如果你是那种肉嘟嘟的脸的话 你用它的效果应该会更好 如果你关注我比较久的话 应该知道我之前脸颊这边 有两道很深的表情纹 但是用了它之后呢 我觉得这两道表情纹有变浅 而且现在不仔细看几乎看不出来了 我觉得如果你是法令纹比较深 或者脸上有表情纹的话 也可以用这款仪器试一下 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 肉比较少的地方 效果没有那么好 因为我脖子这块肉很少嘛 所以说我觉得按摩的时候 不是很顺畅 不是很舒服 包括额头这一块 总体来说这个仪器我是非常推荐的 然后我觉得它是真的有效果 这个是我自己煮的奶茶 第二样小家电呢 就是U-Life的这个脱毛仪 如果你有关注我微博的话 应该知道我八月底的时候 有去美容院做夜下的脱毛 像我之前的话 就是每天洗澡的时候都要挂一下毛 不然的话 你夜下就会有黑黑的毛茶长出来 做完之后呢 你的毛就会长得很慢 而且长出来的是很软很细的那种毛 这个脱毛的优点就是它见效非常快 但缺点呢就是打那个枪的时候真的很痛 所以说我当时呢就只做了夜下 没有去脱全身的毛 因为我身上的毛发 其实本来也不是特别浓密的那种 再加上做一次全身脱毛的话 其实挺贵的 应该要大几千 所以说我就只做了夜下脱毛 那身体的脱毛呢 我就用的是这个U-Life的这个脱毛仪 比我去美容院脱毛 要来的方便很多 因为我去的那家美容院 真的离我这很远 公交 如果不堵车的话 可能要坐一个小时才能到 而且附近没有地铁 如果有这种家用脱毛仪的话 真的就很方便 它长得其实有点像个吹风机 然后这边呢有一个电源线 刚去插上了电源 大家这一块其实是一个触品长 按这个电源键呢 它就会打开 然后上面你们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串数字 这个数字呢 就是它这个脱毛仪能使用的剩余的发数 做一次全身的脱毛 差不多只用300发 所以说40万能用很久很久了 右边这里呢是一个这个加减号 就是用来调它这个档位的 它一共呢是有五档 据说是同类脱毛衣产品中 就能量最高的 所以也是脱毛效果最好的 那如果你第一次用的话呢 建议大家从一档开始 一档的话打在身上几乎没有感觉 左边这边呢有一个小雪花 像我一般脱毛的时候都会把它打开 这个接触面这里就会有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 它就可以缓解你在脱毛的时候的那种痛感 也比较适合那种敏感皮 除了这个仪器之外呢 还有配两个附属头 长方形的这个呢是用来拖腋下 或者是比基尼线那里 正方形呢就是用来拖一些面积比较小的部位 比如说你的小胡子 还有就是手指这一块的毛 它这个呢是磁吸式的 非常的方便 像我一般安了这种附属头之后 我大概可以档位调到四档 如果不安附属头的话 我一般三档就会感到有那种轻微的刺痛感 然后我就给大家讲一下 使用方法吧 因为可能很多人没有用过这种脱毛衣 第一步呢就是你要把你想要脱毛的部位的毛先刮掉 像我的话一般都是洗澡的时候 顺便就把身上的毛刮掉 然后洗完澡出来呢 就刚好可以用这个脱毛衣 它那个说明书上面是建议你在脱毛之前 先擦一点爽肤水 脱完爽肤水之后就可以开始脱毛了 它是有两种模式 像我一般脱手臂啊 腿上的毛的时候就会用连扇模式 接触你的皮肤的时候 它就会自己开始打那个激光 所以说你是不需要按任何按钮的 比较适合大面积的脱毛 因为我身上的毛本来就不是很多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我大概脱了两周后的效果 你会发现你的毛发的生长速度比你自己去刮完之后的生长速度要慢很多 我是昨天才用过的 基本上看不到什么毛很光滑很白 因为这个东西它脱毛不是一个一次性的效果 它是慢慢的你的毛长得越来越少越来越慢 所以说我比较建议大家就是秋冬季节入手 到了明年夏天的时候其实你已经不太会长很浓密的毛了 但我现在因为刚开始用毛的使用频率大概是一周两三次 那之后的话随着你的毛就长得越来越少越来越慢 你就可以慢慢的降低你的使用频率 它家这个脱毛仪的日常价是1699元 然后双11的价格是1359元 它家有给到我一个优惠券 我会把优惠券的领取方式放在评论区 使用这个优惠券之后的到手价是1249元 便宜了大概400多块钱 而且还会送一个洁面仪 还有一个针丝加热眼罩 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我觉得还是值得入手的 接下来呢就是一些口腔护理类的东西 如果你关注我比较久的话应该知道 我是一个蛀牙非常严重的人 大概补了有七八上十颗蛀牙 很多蛀牙是我之前就补过 但是因为年久失修 它里面就又蛀空了 然后就要再去补 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就是可能跟你的口腔环境有关 医生就说你只能说认真刷牙 然后做好这个口腔的清洁 我一直在用的这个电动牙刷是Softy的 这个大家应该很熟悉了 你们有没有发现 这次我的牙刷跟之前的有点不一样 因为它家出了一个新品 硅胶套 我现在套上的这个是紫色的 每个颜色都有寄给我 我本来的这个牙刷的颜色是粉色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很少女型 虽然它可能没什么用 但是你就拿在手里你就感觉质感不一样 换了个颜色会觉得 好像换了一个牙刷一样 我用到现在已经用了两年了 它都还是好好的 看这边有四个档位 它的刷毛也是超级超级细 超级超级软 这个是我今天才换的刷头 刷牙的时候完全不会觉得渣 它的这个刷毛很适合 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这种敏感牙齿 我用了两年了就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而且它的电池依然是非常非常持久 快一个月才只用充一次电 就是认认真真在做产品的那种 它家这次双11呢 是出了一个预售的活动 11月10号之前下单 然后爆出口令 脆丝芒重粉 买一套牙刷呢 是可以减50元 到手价是319 买两套牙刷呢 就可以减120元 到手价是309 每套 如果你是在11月10号之前购买的话呢 它们会送你一个价值276元的大礼包 那这个大礼包里面呢 是有两个刷头 两个炫彩硅胶套 就是这个硅胶套 还会送你一个动物挂饰 这种小兔子的 还会送一个绒布袋 长这样 为了这个硅胶套 我也会很想要这个大礼包 如果你加上这个大礼包的价格 现在买其实比双11是更划算的 因为我跟Softy也合作过蛮多次了嘛 所以说我这次就找他们 要了三个牙刷作为粉丝福利 具体的参与方式呢 我会放在视频的结尾 如果大家想参与这次抽奖的话 记得要看到视频的最后哟 第二样口腔护理的东西呢 就是水牙线 其实我在去年的视频里面 也有提过他家的水牙线 就我去年的话是白色的 今年变成黑色了 去年的水牙线是他们寄给我的 但寄给我以后 我就一直在用一直在用 就我半家钱 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 他就不工作了 不好去找客服 因为我没有购买记录 我就直接就把它扔掉了 然后又买了一个新的 比上次的那个要便宜一些 我这次买的就是比较基础的款式 它其实跟上一个长的 就基本一样 区别呢 就是上一个是你按的时候 它这个水牙线会工作 这一次呢 是你按下去以后 它会停止喷水 所以说就是反过来 但是我觉得效果都是一样的 因为我前段时间去拔了那个智齿嘛 就是我上牙的两颗智齿 是需要拔的 左边这边的那个坑还没长好 那边就特别容易堆积食物在那里 你其实漱口或者你刷牙 就是那个食物你是刷不掉的 它还是会在那里 所以一定要用水牙线 电动牙刷水牙线 漱口水三样东西 就是我每天必用 就是我希望他这次不要再用一年多 就给我坏掉 我真的很难过 哦对了 要提醒大家的水 如果你是想买水牙线在家里用 不是那种想带出去出差啊什么的话 一定要买家用版的 因为那个便携版的真的就那么一点点水香 然后你冲一次牙 你还要灌好几次水 真的很麻烦 第五个呢就是挂烫机 挂烫机我就不把它搬过来给你们看了 今年我生日的时候 直播跟小子送给我的 就是如果是我的话 我可能永远都不会想到 要去买一个挂烫机 但是有了挂烫机之后呢 我发现我还挺经常用的 可能会有一些T恤啊 或者说是衬衣啊什么的 很容易皱 你基本洗过一次以后 你看它那个皱皱巴巴的样子 你就不想再穿了 可能一个2000块钱的衣服 皱皱巴巴的以后 就变成可能20块钱的地摊 或者如果你是自己租房子住 或者你有自己的家 我觉得挂烫机是一个家用必备的一个产品 最后一样小电器呢 是一个锅 little pumpkin 就是小南瓜 昨天植物跟傻子他们刚好来我家 我们就在家里做洛锅 贵州的朋友的话 应该会懂得洛锅是什么 其实洛锅就是一个贵州美食 蔬菜啊肉啊什么的 就是放在锅里煎 然后呢配上贵州的辣椒面 就会很好吃 因为洛锅它有点像火锅 就你必须围着那个锅吃嘛 我们又不可能围着灶台吃 所以之前的话就是用电磁炉 但是电磁炉有一个缺点 就是我用的是那种平底锅 它那个油就会四处乱崩 但这个的话就很方便 因为它里面是有一定深度的 所以说用它做洛锅就很合适 然后它颜值也挺高的 是一个这种 这个叫什么绿啊 其实还可以用它来煲汤 然后我觉得它就是比较适合 在寝室或者说你一个人住 因为现在很多租的房子 可能都没有灶台嘛 比如说你住公寓啊什么的 可以买一个这样子的锅 你也可以用它来炒菜 因为它大火其实温度还挺高的 而且它比电磁炉要好的一点就是 你要买一个电磁炉你还得去买一个配套的锅 但这个的话它是直接插电源就能用的 但是缺点呢就是它这个质感我觉得没有特别好 它这个壳子有点像塑料的 但是我觉得实用倒是挺实用的 好那本期视频呢就在这里结束了 这次一共是跟大家分享了六样家用小电器 那视频的最后呢 大家千万不要忘记参加抽奖 我会把这个视频传到微博上 如果你想要获得Softy的这个电动牙刷的话呢 就去关注我的微博 然后转发这条视频 如果你已经买过Softy的电动牙刷啊 你可以去评论区留言 对我想说的话什么的 我会随机抽取三名幸运观众 送出这个硅胶套 前提是你一定要已经买过这个电动牙刷 不然的话你要这个套真的没有用 好那以上就是这次视频的全部内容啦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 录了好久啊 累死我啦 我觉得我即将感冒了 我现在头好烫 而且我今天早上好冷 醒来的时候 我明明已经干了一个后被子了 啊口纹在牙上了 啊 不会全程都在牙上了 有种倡然若湿的感觉 我这个发型又进入了一个尴尬期 现在半长不短了 最近广州降温了 就终于可以穿上长袖了 昨天晚上我下去遛狗的时候就穿着短袖嘛 就觉得好凉 然后今天就降温了 因为我昨天跟他们吃洛果的时候 就喝了一杯喜茶的奶茶 挺好喝的 但是我今天早上就失眠 七点多就醒了 好了 我现在准备去剪视频 最近其实蛮多想讲的话的 下周见 拜拜